无论你是什么年纪 什么性别 什么背景 都可以透过圣经的话语生命更新 继一年读新药灵修之后 邀请你一起立志 和35位目者用三年时间 每日用圣经的旧药灵修读经 让生命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一起实践旧药的教导 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 和上文比较 11-19章所记载的事件 令人感到困惑 因为在西内生下 以色列民过着同神同在的生活 受神悉心的栽培 但是从第十一章起 我们见到人丑恶的一面 在灵修之前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天父 求祢赐我们信心 让我们在诚实的物质引诱当中 听到祢的声音 让我们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 我们看到祢的恩典 让我们的心 敬畏祢 祈祷奉耶稣基德的命 阿们 文数记 第十一章 在旷野发怨言 百姓发怨言 恶言传达到耶和华的耳中 耶和华听见了 就怒气发作 耶和华的火 在他门中间焚烧 烧毁形的外围 百姓向摩西哀求 摩西祈求耶和华 火就识了 那地方就叫做他被拉 因为耶和华的火 曾在他们中间焚烧 他们中间的闲习人 动了贪欲的心 以色列人又在哭着说 谁给我们肉吃呢 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 不花钱就可以吃完 还有黄瓜 西瓜 韭菜 葱 蒜 现在我们的精力枯干了 除了这玛拿以外 在我们眼前什么都没有 玛拿好象圆须子 看上去如同树枝的样子 白姓四处走动检取玛拿 把他用磨磨碎 或用扣倒成粉 在锅中煮料做成饼 滋味好象油烤饼的滋味 夜间露水降在营中 玛拿也随着降下 莫世听见百姓家家户户 在帐门口哀哭 因此 耶和华的怒气大大发作 莫世寒聊也不高兴 莫世对耶和华说 你为何苦待仆人 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 竟把这种百姓的淡子 加在我身上呢 这种百姓岂是我怀的胎 岂是我生下来的呢 你竟对我说 把他们抱在怀里 如养育之父 抱着吃奶的婴孩 一直抱到你 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土地去 我从哪里拿育 给这种百姓吃呢 他们都向我哭着说 吸我们肉吃 我不能独自带领这种百姓 这对我太沉重了 如果你这样待我 倒不如立刻把我杀了吧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不要让我再受这样的苦 七十个长老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从以色列的长老中 为我召集七十个人 就是你所认识 作百姓的长老和观长的 领他们到回望 使他们和你一同站在哪里 我要在哪里降临 与你说话 把降给你的灵分给他们 他们就和你分担带领百姓的淡子 免得你独自承担 你要对百姓说 你们要为了明天 使自己分别为圣 你们将有肉吃 因你们哭着说 谁给我们肉吃呢 我们在埃及多么好 这声音传到了耶和华的耳中 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 你们不止吃一天 两天 五天 十天 二十天 而是整整一个月 直到肉从你们的鼻孔噴出来 使你们厌惑 因为你们厌弃 那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 在他面前哭着说 我们为何出埃及呢 摩西说 跟我在一起的百姓 暴行的男人就有六十万 你还说 我要把肉刺给他们 使他们可以整整吃一个月 难度宰了羊群牛群 就够给他们吗 或者把海中所有的鱼都捕来 就够给他们吗 耶和华对摩西说 耶和华的宝贝 岂是缩短了吗 现在你要看我的话 向你应验不应验 摩西出去 把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 并从百姓的掌路中 召集七十个人来 叫他们站在会莫的四围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 对摩西说话 把降级他的灵 分给那七十个掌路 聆听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他们就说预言 以后却没有再说了 但有两个人仍在仍旅 一个名叫伊利达 一个名叫米达 他们本是在那些登记的人中 却没有到会莫那里去 聆听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在仍旅说预言 有一个年轻人 跑来告诉摩西说 伊利达和米达 在刑里说预言 乱的儿子约书亚 年轻时就作摩西的助手 说 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 摩西对他说 你为我的缘故质道吗 为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市善智 愿耶和华把他的灵 降在他们身上 于是 摩西回到盈里去 以色列的长老也回去了 鸣唇 有一阵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 把鸣唇从海上刮来 山落在营地和周围 一边若有一天的路程 另一边也若有一天的路程 离地面若有二走 百姓起来 整天整夜 甚至每日一整天 都在捕足鸣唇 每人至少捕到十鹤梅二 各自摆在刑的四围 但欲在他们牙间还未咀嚼时 耶和华的怒气向百姓发作 用极重的灾祸击杀百姓 那地方就叫基伯罗哈他瓦 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了贪欲的百姓 百姓从基伯罗哈他瓦起程 到哈洗瓦就住在哈洗瓦 中百姓发怨言是问题的核心 他们怨言的主题就是食物 他们所向往的是肉 因为这样的缘故 连对玛拿都产生厌烦 其实玛拿是神的恩典 在抗野的里面 神每日供应给他们 他们不需要负代家 他们就可以获取了 但竟然现在连玛拿 都成为他们麻怨的内容 他们麻怨的状况是很广泛的 在家家户户的帐幕前面爱慕 他们这样说 谁给我肉食呢 如果有肉食 他们连在埃及的时候都会响我 他们觉得围奴的日子都是值得的 如果有肉食 连上帝都是做错事的 他们埋怨的情况是多么可怕 我们看到百姓因为 侮辱食而发怨言 以致神的怒气大大发作 引来的结果是怎样呢 连摩西都麻怨 甚至乎在神的面前求死 给我们看到人是有限制的 这么伟大的领袖 摩西都有困扰 有沮丧 有力有不递的时候 但是更加宝贵的 就是人虽然软弱 但是神是信实可靠的 神是我们困境中的出路 保持日子 神组成为 性格的 我们正在乎 百姓的志愿 使他们怀念埃及 一个怀念 是拆毁了 上帝在西内生下 整整一年的诗心栽培 人的欲心 让我们见不到上帝的作为 也都体会不到上帝的恩典 玛纳是上帝的恩典 但是反而成为他们埋怨的道火线 神带领他们出埃及 曾几何时他们在唱歌 在赞美神 到了现在 出埃及成为他们埋怨的藉口 他们虽然被拯救出来 人是自由了 但是相信他们在心灵的里面 仍然是被捆绑 就是因为他们欲心的缘故 另外我们反思道 我们要学习的 正如耶稣的主土文说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天赐给我们 日用的饮食就是我们生活的需要 今天就是我们目前的需要 赐给我们是上帝的恩典 我们仰望上帝的供应 我们不需要为明天忧虑 但我们为着今天要感恩 我们应该以依靠神 我们不应该网求 我们应该在今天经历上帝丰富的恩典 不信和贪欲 找紧着以色列人的心 使得他们只看见眼前的困境 看不见出埃及的目的不是抗野 而是入加纳 入去神应祂 给他们留乃与物之地 纵然在抗野 或者有些单调 有些枯燥 但是正正就是神所安排 给他们预备好自己的生命 预备好他们的心灵 承受神的丰富 终然是困难 但是至暂至轻的苦楚 比起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 我们可以来反省一下 我们今天所关注的 所看到的是什么 是不是神给我们美满荣耀的将来 还是目前一些困难 今集背众的金句是 耶和华对摩西说 耶和华的宝贝岂是缩短了吗 现在你要看我的话 向你应言不应言 文数记11章23字 中文字幕推定 中文字幕 李宗桃 和华对ż 中文字幕 李宗桃 和华一 详之音乐 写字幕 李宗桃 和华一 中文字幕 李宗桃 和华一 中文字幕 李宗佳